竹策 清靜 愜意 連鐵道上的列車 都願意溫柔地通過翠鱗身尖 來到平溪 徒步 慢走 就不會錯過濃濃的人情味 長者生活動力 慈濟仁義團隊 每兩個月絕對要來訪視一遍 整個平息目前大概有50多位 那後來我們跟衛生所主任 討論之後發現 就是有一些個案長者 他可能其實之前是因為 就是說在走出來的部分是有困難的 那上人說有困難的人走不出來 那我們有福的人就走進去 那所以我們就成立了一個 就是重度獅子的一個關懷小組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結合了 我們台北慈原的獅子共造團隊 這兩隻雞夾下去 夾下去 雞 雞三隻 它可以重量刺激 比較不會退化 重量比較好 對 對 對 長者情緒寫在臉上 慈濟仁說聲好 偶爾調皮一下也是良藥 你怕怎麼會不笑咪咪 嘿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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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因為比較活潑 然後加上我看的患者 大部分都是年紀比較長 那年紀到了這一個 這個階段 其實能夠給他們一點點 短暫的快樂 有的時候 我覺得會比藥還要來的 更有效果 更快速一些 曾經中風的中醫師黃正昌 他還有左手以及沒有退步的腦力 行醫之路仍然要走 需要我的我就來這樣 就醫不方便的長者 能忍受的疾病總是忍受 眼科設備搬上山 也協助他們解決 靈魂之瘡的難題 大愛新聞之上美之工 周秀珍 黃耀廷 徐席東 台北報導